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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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 就这个法华弦翼的文啊 我是讲到了 约武术 明白这个行庙 尤其是 别武行,圆武行 这里是别武行 好 基金会的本子,应该我也 我没打开 诶,基金会的本子 我没打开 OK,好 好 我们到这边 别者 这里他是说 依照科判 啊 约别元 而说啊 这个行庙 别教 元教 来说 行庙 那为什么说 依别教 元教 来说 行庙呢 有别教的行庙 元教的行庙 这行呢 这里讲的是指 修行的意思 那当然有三藏教的修行 通教的修行 这都在之前讲过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 别教 增速之行 就五点 就 就五点 这样来说明 那个行庙 我分哪五点 他就五种行 然后次第开展 请看这个科判哦 圣行 范行 范行 天行 婴儿行 病行 在圣行呢 有分三个 戒圣行 定圣行 惠圣行 戒圣行 戒定惠 三种 定圣行这里 说的 很多 还有惠圣行 那我们先说五种行 五种行 他的分别意思 在上周好像给诸位 有说过了 五种行 我们看啊 五行 很快的讲过去哦 其中别圆 二教 与此五种之安配 则有特殊之含义 别教之意 圣行 出地以前的菩萨 自行 他自己修行啊 犯恨 出地以前菩萨 化他 天行 出地以前 菩萨之内政 有修行 有正果 有因有果 有修有正 因而行 出地以上菩萨 随应 随应善之现化 第五病行 出地以上菩萨 随应恶之现化 这个病啊 就是 凡夫的病 也就是烦恼之意啊 随 凡夫的烦恼 而方便 度化 这不是 不是 指生病啊 这是指烦恼而言 所以这五种型 但这个是 简略的来说了 简略的来说明 这五种型 那么 如果依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他比较 更进一步的 在佛光大词典啊 是以 修行的位阶 来说 这里是指 那么在这个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是 依照涅槃经的 圣行品 来讲它的含义 这个上周都有讲过啊 圣行就是菩萨依着这三种正行而修 戒定慧 所以一个一个要来说明 戒圣行 定慎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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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清静的行为啊 那凡夫呢 这个是染污 所以要使令他 转凡成圣 转染成静 啊 啊 这个叫做泛行 啊 他这个有修行的意义啊 啊 这度众生的含义 所以这是泛行 拔众生苦与众生乐 称之为泛行 那我们还要配合他的修行卫赐 来说哈 就泛行 所以这 佛光大指典和中华佛教百科学 都可以搭配着看 天行 这个天不是天上天啊 是天然之礼 而成了妙行的天行 婴儿行 婴儿啊 是辟喻 而不是 人天小圣恶圣啊 将之辟喻成婴儿 而菩萨呢 度众生 度众生 那怎么度呢 要不思爱与立行同事的四色法 随顺众生之行啊 而能方便度化 和随顺人天 声闻圆绝 然后度化 那并行指 并是烦恼夜苦 菩萨以平等心 运无缘大悲 辅同众生 献烦恼病苦之相 化他立生 这个哈 像这五种行 非凡夫所能做 所以他是在别教以上的法身大侍卫才可以 行这五种 为什么这么说 你在凡夫地 要度众生 你值得随缘而度 而且呢 随自己的能力啊 有些大奸巨恶之徒 你没有神通道理 修行有成 那度化不来哈 这个我很佩服这个常常跑监狱弘法的法师 这监狱呢 我们一般说是看守所或者是 很 现在很少用监狱的两个字 那里面关的 就是 那当然是社会上犯法犯罪 而有的轻微的 诶 有善根可以度化 有的重刑犯 那不是那样子 重刑犯 而当然 狱中 监狱里面有所谓的教诱师 辅导师 宗教辅导师 宗教辅导师 他们特意在这些 宗教辅导师面前 表达他们的忏悔 或者是悔改之意 是为了争取假释 那你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 就可以申请假释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以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以 当然我们不能说 他们没有悔改 毕竟他们有做出悔改的样子 但是真心悔改 和为了争取假释 而做的悔改行为那不一样 动机不同 出发点不同 这个 导致的行为不一样 那么菩萨呢 要度化这些人 就 方便的神通化线 跟他们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尤其同事社这方面最困难 那以观世音菩萨 化身千百亿 不论是王子宰官大臣 乃至罪犯 或三恶道众生 他都能化线然后就拔 这不是一般人做到 这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个病行啊 这个最困难 法华学义里面有句话叫 除病不除法 就说视线病行 但是全巧方便 知法度化众生 圣人可做 凡夫不行 就要先特别说明 好比说 这个 这我以前念中华佛言所说 就有这样的笑话 兵拉登 你视线 你视线兵拉登的随从是从 然后呢 要来度化兵拉登 所以就必须跟他一起 造恶业 我这个叫病行 这不是啊 这不是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佛法的 会错解错 他的意思 或者是有的 有这样的说法 说 这个 兵拉登在他们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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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之中 啊 视他为什么 神或佛 但是讨厌兵拉登的 厌恶他的 而认为他就是魔 所以这叫 佛魔一如 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啊 我根本不是这样子来说哈 所以这个病行最困难 好 那所以现在开始 我们要 一个一个来给主委介绍 好 好来 那我们来看哈 盛行有三 戒定会 如今 菩萨若闻大涅槃 闻以身性 做事之为 诸佛世尊 有无上道 有大正法 大众正行 从此例行 好 这一段就是说这个 菩萨呢 为了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的佛果位 那这是大涅槃 然后呢 听了道了 就 发起信心 说诸佛世尊 就已经正道着 大涅槃 所以有无上道 有大正法 大众正行 所以他要跟诸 诸佛看齐 那就菩萨要跟诸佛看齐 所以 从此立下誓愿 要这样修行 若闻大涅槃 即是信果 亦是信灭 就是相信 可以修行正德佛果 也是相信 可以正德极灭 所以因为相信 正德佛果和正德极灭 所以呢 对着这个无上之道 这决定圣 而去修行 所以有无上道已去 他说是信 显果之行 是因为你相信 所以呢 愿意修行 愿意修行 然后最后显发所证之果 所以 是信显果之行 啊 这个是 若闻大涅槃 好 这是信果或是信灭 好 所以这个是后面 文以生信 再来 无上道 他说只是 相信 诸佛都有这样 觉悟 开觉 显了的智慧 什么是开觉显了 开是排开 觉是决定 显呢就是 从中显露 了就是了之 开觉显了 正得佛果位 就是有这样的 智慧 断烦恼 就是这样的智慧 凡夫呢修行 都是 依着我们自己的习性 而去挑 这个修行法门 圣人修行 可不是这样啊 圣人修行 是为了度众生而修行 凡夫修行 是为了除自己的烦恼 而随顺自己的因缘挑选 方便的法门 而修 这个 凡夫和圣人修行不一样 所以他这里无上道 是信慧 有大政法是信定 大政 大众政行是信戒 那这样来说是 世民信应信道 好先先讲到这 那那个白话解释 是 他说 可见身为菩萨 以从此立行不可 以上所谓的若闻大涅槃呢 是什么 全是信涅槃之果 也是相信这个修道可正而灭 好 又有无上道以下个据呢 是信果即信 所显果之行 向无上道 为信三学之会 由大政法信三学之定 大概 书局是也是这样子 一文解义 那这个也没错 为信果 到三学之定 大众政行三学之界 要知以上大涅槃经的教士 在确立 这个什么 信苦疾之音 信苦灭之道 苦是果 造成苦果的是烦恼 烦恼聚集在一起 就是疾 这个都是因 所以说知苦 为了断疾 所以呢 要修道 而证悟涅槃 知苦断疾 修道正面 而是你 在底下 依经立信之后 才知道毁损生戒 乃至受众生戒 必将施弃 这个字要讲 毁损生戒 或是毁损涉众生戒 也就是说 犯戒啊 犯僧文戒 或者是犯菩萨戒啊 都会失戒 人天之乐 或涅槃之乐 那什么叫做毁损生戒 就是对于 五戒 八关灾戒 沙弥十戒 沙弥尼十戒 四叉摩那六法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或是 随机 随机 解磨各种 一百八十一种 解磨法 不遵行 或是 诸种细行 违犯 而又不忏悔的 这个叫做什么 损毁生戒 好 好 这个是声闻 声闻戒 射众生戒 者 是什么 就是射律戒 射善法戒 射众生戒 这是菩萨的三具境界 菩萨的三具境界就是菩萨戒 怎样才是毁损菩萨戒 就是妄失 舍弃菩提心 那这菩萨戒 就是犯戒 菩萨戒犯戒 未来 不能成佛 因为舍弃菩提心 这个我看阿加曼尊哲传 他就有这样的情形 阿加曼尊哲 他一直想证阿罗汉 结果都证不入 就进不去 他就觉得奇怪 他就入定观察 我观察到说 他哪一世发了菩提心 他说没办法证阿罗汉 他就说 那我这以后就 菩提心先放着吧 我要肃证阿罗汉 要必须啊 此生以尽犯恨以律 所作接班 自知不受后有 就是从这一段看来阿 阿罗汉有很强烈的 离苦之心 很强烈的处理心 但是对于杜众生的心 他不是主动积极的 他是呢 随缘的 好 所以后来 阿加曼尊者 听说 剩了 阿罗汉国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吧 好像是 1900年之前 阿加曼尊者 他的 生族年 我不太知道 看一下 阿 阿加曼 他好像是泰国人 阿加曼 是 老师的意思 师父的意思 阿加曼 好 好 阿加曼尊者 他的 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 出生 是什么时候 看看他早年 好现在这个阿加曼尊者 都有 网路版 厚 他什么时候出生 1870年 哇 距今 多少年 一百多年前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 他出生 他这个 很强烈的要 出离心 大致大致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形 好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 那么菩萨是 为了度化众生 从利他中完成之力 所以在这里 他说 他说 苦 苦 那 他 现在 他自伤己身 局 诸众生 破戒造罪 施 仁天乐 即涅凡乐 吉事之吉 往来生死 往来生死 受恶道之报 吉事之苦 他说 苦吉 与戒定慧相为 吉无道 无道故 不得涅槃 既然不得涅槃 就不会有 正物 即灭 就不会正物即灭 苦是指苦果 造成苦果的根源 就是烦恼 烦恼的聚集 和这个清静的戒定会相违背 所以在底下 菩萨要把苦吉 就是去除苦果和苦果的什么 就是去除苦果和苦果的什么 的这个 是 起源 而起大悲 心两世愿 欲与道灭 而起大慈 心两世愿 发誓愿以赐责修行 好 欲拔苦吉 而起大悲 就是有大悲心 啊 那慈悲慈悲 慈是什么 与众生乐 悲呢拔众生苦 哦 新奇两世愿 这里的两世愿 针对苦吉是什么 这指四无量心 这指的是四无量心 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吉苦因 愿一切众生 得乐吉乐因 我们看四无量心 或是四虹四愿 那四无量心呢 见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乐 慈无量心 拔一切众生苦 悲无量心 见人行善或离苦得乐 生生欢喜 这喜无量心 以上三心啊 如果呢 能确实做到 却又能够不执着 而怨心平等 不起爱证 称之为舍无量心 那这里讲的 按照书局士所说的 他说 这个 他说 立下誓愿 他说是指的是四虹誓愿 四虹誓愿是哪四个呢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那但是我 看这个上下文呢 应该 这 两 这个前面两种誓愿 和后面两种誓愿 应该不是四虹誓愿 应该 四无量心 比较配合的上 应该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以四虹誓愿来说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这个这个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个 这个 对他法滑旋意 这个 前后文 语文脉络 好像对不上 所以这种 这个应该是 是无量心才比较对啊 应该是无量心比较对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就要讲到戒圣行的部分 现在要讲到戒圣行的部分 那我们看看 嗯 现在发誓愿以赐责修行 到这边结束 然后呢 戒圣行 不 戒圣行从这里开始啊 发誓愿以赐责修行 怎么修行呢 他说 思维 在家逼迫犹如老语 不得尽受尽修犯恨 出家贤矿 尤若虚空 尤若虚空 及弃家舍欲 白氏结魔 慈性仲戒 席氏基贤等无差别 不畏爱见罗刹 悔戒浮囊 如指观中所好 先看到这 好 现在你要开始修习 这种无 这个圣行中的 戒圣行 这圣行呢 他有几种 几种戒圣行啊 看一下有几种戒圣行啊 现在是五种之行 第一个戒圣行有三种 圣行中有三种戒定慧 那戒圣行现在就是这里开始讲他的内容啊 从发誓愿以赐责修行 好 思维在家逼迫犹如牢狱 那么不得尽受尽修犯横 好这个很 很容易明了 这个就是说啊 在家很苦恼 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 而且这个苦 常常在逼迫着你 让你呢不得自由 这里的不得自由指的是心不得自由 常常被烦恼所逼迫 残绕 那你就好像在牢狱之中 在家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苦恼的境界 尤其是跟人的相处 这每一种人啊 不论是你的亲人 朋友 同事 乃至说有结婚的有夫妻 有生孩子是儿女 种种的事物逼迫着你 你要去处理这些事物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清静的修行犯恨 那这种种的事物逼迫着你啊 不得身心不得自由 和像牢狱一般 至于说在家的怎么苦恼 那我就不在这边多做说明了 我只是说 一个在家居士 他发起初离心 想要出家修行 那是必须经过非常困难 而挣扎的过程 如果你初离心不够强 即便啊 有好的因缘 你能够出家 也不能坚持持久 所以必须常常思维 在家的苦啊 在家的过患 过是指过失 患是指那个什么 好像我们生病啊 有患 有患者啊 或者是这个 身上有病的这个 病患之处 你要常常想这个 他们就像这些 生病的病患常常来逼迫着你啊 有儿女 有儿女的什么 快乐或烦恼 快乐 小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可爱 长大了以后呢 就很可恶啊 尤其在中学的时候 又是反抗期 张开口就要吃饭 闭上嘴巴呢 又就是要钱 要要这个学费等等等等 那这只是儿女的部分啊 她们能听话 听你的教导 那还不错 那你就业障比较轻 不听你的教导 让父母亲牵肠挂肚 烦恼不已 这现在时下的事情这个很多 所以有些人干脆啊 不想生育 那不小心怀孕怎么办 立刻堕胎 这个水路法会啊 要去看净土坛 或者是其他这个 愣言坛啊 大悲坛啊 其中写的最多超度的黄牌位 就是英灵啊 英灵的黄牌位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我亲自去看过 那很吓人啊 这在家的逼迫 这还是儿女方面的 那还有妻子的呢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 同床共枕啊 乃是最近之人 但是其中两人的思想的差异了 十万八千里 除了妻子 还有呢 还有你的亲人啊 眷属啊 那有的这个 没交女朋友 或者是呢 妻子儿女的这种亲情 他淡薄 但是他还是出不了家 为什么 他对于自己的长辈啊 眷属爱很强烈 就是这 像 年交交着的 这很难出交 好啦 除了人上面的问题 还有呢 对于事物的执着 有的对金钱很执着 有的对权势很执着 有的对权势很执着 在戒律上面都有说 只要你是王子大臣百官 宰官啊 你不能出家 你必须要舍弃他们 那你如果说 是个大富长者居 居士想要来出家 那你必须舍弃你的财务 在现代来说啊 那个 的确是你太有钱了 来出家是会有一个障碍 是很大的业障 所以这种种的问题 而是这个 犹如这个 逼迫啊 像把你困住 而是像在牢狱里面 没有办法 尽行兽来 清净的修习犯恨 那什么叫修行犯恨 犯就是指清净的意思 清净的行为 这出家啊 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去做 那远离染污 那远离染污 染污的因缘 染污的行为 都不得去做 禁修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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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严格禁修 和在家局势太过清净 要严格禁修 而出家之人很多的戒律啊 不能赤身肉体 或是水中西系 或是水中西系 所以出家人最好不要去游泳 出家人最好不要 这个跑跳 这都是戒律规定 那出家人跑汗跳 难看 没有威仪啊 那出家人呢 出家之人常常啊 跟在家居士来往 这也不好 会沾染世俗的习气 那出家之人最好是什么 居住在 具有振罚 具有持戒 生活作息规律 大家聚集在一起 而组成的僧团 要这样才好 所以出家 他说这里出家贤矿啊 游若虚空 这怎么来说啊 出家贤矿 游若虚空 我相信 这个 苏居士应该 他其实依文姐 他说贤矿自在 游如等身处虚空 一般自在 他说如果 能够远离 远离这个什么 世间的逼迫向 而 远离在家的逼迫向 而能出家 所以他是说 能够远离出家者 并不是远离出家的人 而是远离以上的在家的时候 烦恼的逼迫 而能出家 可以说是贤矿自在 而住在生团里面 生团也有生团的规定 但是现在的生团 几乎都不遵守 生团的规定 不是只有早晚客送而有 好初一十五 半月半月要送戒 还有呢 威夷 行为 比丘尼生团请教诫 或者是生团之内的一切事物 依照结魔法而做 除了依照结魔法而做 这只是戒律的部分 那出家法师还要常常的学习 以及 经论 常常的静坐 所以说是如果一个生团 一周啊 至少要 兩次 到三次的 静坐 每次静坐至少要 两支箱 一支箱 两小时啊 这样子 生活上面有戒律的规约 禅定 学习经论的智 有智慧 所以戒定会三学 均等 这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生团 这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生团 尤其是 就是 话说回来 我们现在这里是谈戒圣行啊 尤其是对于戒律的 学习和持守 這個是基础 你不透过这个基础 上面的定圣行 會圣行 就做不來 但是這個基础呢 現在是 極少数生团才能做得到 這也就是末法时期啊 出家僧众的素质 乃至僧团的這個規約 都在急剧下墜當中 那你說要身心 經由戒定會的熏修 而能閒曠自在 這個就困難 好啦有人說 哎呀出家這麼麻煩 又要吃素 又要什麼 很多的這個戒律要持守 綁手綁腳 哪裡會閒曠自在 哪裡會身處虛空 我們要知道吃素是為了什麼 培養慈悲心 啊還有呢這眾生之肉 屠宰的過程 非常的驚恐 而且慘無人道 那你還吃肉那不是沒有慈悲心嗎 所以說不食肉 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是 培養慈悲心 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很難出家 就身心就不得閒曠自在 好啦那有的說 早晚課 這麼早 起床 那只是一個習慣性 凡夫在家的習慣就是什麼 習慣在貪嗔痴裡面 習慣在男女的淫慾裡面 習慣在五光十色 聲色拳馬之中 誒 但是你在出家生團 每天早晚課 誦 誦 就是 佛菩薩的咒語經典 他這有什麼不好呢 使你遠離煩惱境而到清淨的地方 好啦有的人又說出家 這個除了戒律這麼多很麻煩 還有什麼各種儀規都要 都要遵守 出路往返各種清規 其實這都是導向你要 然後 離苦得樂 所以你的身心 我們常說身心要安住 不只安住道場 還要安住於法上 這樣你才能 這個身處虛空一般自在 好啦如果一個誓願 太多法會經燦佛事 這也不是理想的誓願 我們知道法會經燦佛事是方便度眾生 可以做 但是一年要十幾個法會 那這個這個不理想 所以說 既然出家 那麼這個出家生團的環境 也必須要選擇 否則就跟在家一樣 在家逼迫猶如牢獄 這就不對了 好 底下 出家賢況 猶如 猶如 猶如虛空 在底下 菩薩蛇 捨五育兒出家 先因 先則因白氏結膜 及信仲戒 與席氏基賢 這裏 這裏 席氏基賢等無差別 不畏愛見羅剎 毀戒佛囊 如指觀中說 好 這邊要解釋一下 菩薩蛇 菩薩蛇五育出家 這還是要依次序而來 怎麼出家 你這個離開世俗 的家庭 來到生團 這還不算出家 先住生團半年乃至一年 看你能不能適應生團的作息 好 你能適應生團作息 還要 觀察你的身心狀況 一個是 生團對你的觀察 一個是 你自己能不能適合生團 好這兩方面都 通過了 才 才有替度典禮 替度典禮之前 還要問遮難 十三重難 十六輕遮 這個佛學詞典 自己可以去查 大概什麼是遮難 大概就是說 像有傳染病啊 違反國法 或者是精神不正常 性相不正常都不能出家 或者是呢 肢體殘缺 不能出家 肢體殘缺不能出家 什麼叫肢體殘缺呢 例如說 失明的 或者是呢 你的這個男性功能 女性功能萎縮的 這都不能出家 或是你動過手術的 剩下一個聖的 這也不能出家 嚴苛啊 那這大概是重難的部分 輕遮呢就是說 這些輕微的過失 你如果排除了 你就可以出家 這叫做輕遮 遮就是什麼 遮蓋遮止的意思 重難就是指 你這十三個 隨犯一個就不能出家 所以出家 不是很容易的啊 來給大家看什麼叫遮難 十三重難十六 琴哲 在丁福堡佛學大詞典 他只有 簡單的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丁福堡是在家的 他說 小聖律之之法 簡受巨竹戒人 之氣非氣呢 以此十六輕遮和十三重難 遮是什麼 非自信之惡 但受巨竹戒不適合 遮止不死受戒 但是呢這十六個你要排除了 就可以受戒 這指的是受巨竹戒 其實這是指 最初當初出家受殺迷戒啊 其實這是指 就必須先通過 通過 遮難 的審查 這邊丁福堡他沒有講清楚什麼是 十三重難十六輕遮 那個 這邊講到戒律 我必須要講清楚一點啊 遮難 這個 這個 這裡寫錯了 十三難或是十遮 是不是 是十六遮啊 來看這裡 面對十三重難和十六輕遮的解釋 是根據 道宣律組的刑事抄 受戒原集片 有的說 不要讓在家人知道 但是以前我在聯姻市在大專學院 在街學會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家人 那時候 教導我們的天音法則 他就有講 什麼是 折難 好 折難是指什麼 遏止 攔住的意思 就是說 這是輕微的 阻止你出家 但是這十六個 你要是排除了 就可以出家 這個是輕遮 所以是稱為輕微的 是輕遮 重難 這個就難了 這一生 不允許在佛法中出家 好這十三重難就是這 十三種人 不可以受巨族界 不可以受沙迷界 如果 有這十三種人來到生團 就必須 請他離開 第一個自言犯編罪 犯比丘尼 編罪就是指佛法 我們說佛法是 大 猶如大海 沒有編劑 但是 你犯了編罪 編罪是很重的罪 例如殺人 這個 你不能出家 犯比丘尼 就是侵犯比丘尼的犯恨 講難聽一點就是 性侵害比丘尼 還有 賊心獸戒 就是動機不存糧 那你說你 有 我以前出家獸戒的時候 對我 對我們 道頂來 修改 還有 當機 就是說他的當機那裡的神明叫他來出家 這個是不能受惡 叫賊心獸戒 還有破惡道 破惡道指的是什麼 破惡道指的是什麼 破壞內外惡道 現在是在講 十三重難啊 惡道指的是什麼 這這邊的解釋啊 就是說 無間道解脫道有漏道無漏道什麼 但是我們依照戒律指的是 大小便惡處 也就是說這惡道 如果 如果就是說你是 你是男人去 強暴 性侵害 這個受戒的 女人 或者是呢 你是女子 去 引誘 受戒的男人 使令他破戒 這叫破惡道 好 黃門指的是什麼 就是指 去除生殖器 沒有男女性 性相 症狀的 稱為黃門 有五種黃門 聲間見度別 五種 這個以後再說 還有沙父沙母沙阿羅漢 破生團 破壞生團 你在家居士去破壞生團 那你就不能出家 這裡破壞生團 就是 破壞生團的制度 破壞生團的解魔法 或是使生團裡面起是非啊 那像這樣的男女不能出家 比如說你是大局勢 要捐錢給生團 那是說 這個每年要來跟 跟我朝拜一下 因為我是大金主 在民國時期 上海一個大局勢啊 那猶太人 他叫哈同 英國人 他是猶太人 我忘了 他捐 捐給那個 辛慈 老法師 建佛學院 好大 很大一筆錢 他說只要出家人來 都對我跪拜 打理就可以 辛慈老法師拒絕 破壞生團制度 倘若說 他想要來出家 那你破壞生團制度 就不能出家 還有出佛生血 那這個大概現在沒有人能犯得到 那有的說 砸毀佛像毀壞經論 點擊這叫出佛生血 這個是 已經衍生方面來說 我們這裏講的出佛生血 是你真的 使令佛 這個 身上流血 但是佛已經滅度 那簡單一點來說 你是 讓聖人身上出血 出果聖人 二果聖人 三果聖人 那這樣可不會出家 依照嚴格的定義說 是為了 是 佛啊 讓他出血 才 才算出佛生血 他這樣不能出家 好 還有非人畜生 非人指的是天上的人啊 或阿修羅啊 或變化人 他不能出家 畜生 指的是什麼 變化的畜生 例如說 龍道的眾生 或者是呢 狐狸啊 或者是妖精 鬼怪啊 他來出家 變化的 來出家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有的就會來跟我揮 他說 季公傳裡面不是都有啊 有道士來出家 啊 啊 季公禪食都收他們 那是小說啊 那就是你不要亂看亂聽 亂附會啊 啊 還有二根 指的是什麼 你男女生殖器官全部聚存 好 這十三種人 不可以受巨竹戒 不能出家 不能受沙迷戒 應該說 不是說不能受巨竹戒啊 是連沙迷戒都不可以受 這叫十三重難 十六青蛇呢 他說 想辦法消除 就可以到生團中來受戒 到生團中來出家 啊 所以這個 在戒場你受戒啊 問你遮難 那你要教他什麼是 輕遮什麼是重難啊 這個都要教 不是說像船戒一樣 然後就這樣 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遮有沒有難 就是打吾吾吾吾 非非非 這這不對啊 這這邊 他有詳細的講什麼是十三重難 我覺得這個 講得好 他這怎麼講呢 像編綴 他這裡就說 曾經受過佛戒 不捨戒又犯殺人行淫偷盜五千 妄稱自己是聖賢 犯了四重罪 什麼的 受過佛戒指的是 最基礎受五戒 那你說男女朋友 行淫怎麼辦 我是這樣來看啊 我是這樣來看啊 現在的性行為 都知道性開放很多 以聖言師父的角度 他說 你這個男女朋友日後啊 如果能成為夫妻 那當然最好 要是你是男女朋友呢 你不要再去交 男的不要再去交其他女的 女的不要再去找其他男的 這樣固定的伴侶 啊 因為你要現在說規定 他們交男女朋友啊 嚴格不可行淫 那真的是男鬆之難 無負此難 各種行淫的方式太多了 那怎麼辦 所以說有的這個說 有受過五戒 然後有男女行淫 要來出家 那我們就會先勸導 那我們方便的方式 你先拜燦啊 取向燦 見得好像 就醉業清淨 但是另外一層 我們說這個 很單純的男女朋友 也就罷了 那有的是受了五戒以後啊 又怎麼樣 多方形淫 那就不對了 那以前我們受五戒 每次到 這個 問你要不要受 不邪淫戒 那我們就閉嘴 沒講話 就不受這條 不邪淫戒的 這個 的範圍和內容是這樣 就是說 跟自己的 太太啊 以外的女眾行淫 那稱為犯了邪淫 那這個太太應該怎麼樣 經過法律公定的程序 那現在男女朋友 那怎麼辦呢 這個是戒律上難解的問題 那我覺得聖言法師所說 那何乎人情啊 就說你男女朋友就怎麼樣 固定的伴侶 就好了 那你不要再去找其他的 那勸導 積極勸導他們 結婚 就可以 因為 因為 聖言師傅畢竟是 待過美國 日本的齁 他這種邪癮的情況太普遍了 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稱之為編醉 這個是編醉 《刑事超宗》說 白衣五戒 八官齋戒 殺迷十戒 破於重者 同名編醉 這樣人是不能允許出家求壽大戒 這破了 這破了 銀沙盜望四大戒 不過關於銀戒這一條 我採取像聖言師傅的態度 不然的話 幾乎沒人可以來出家 那像以前健躍律師那時代 他 他是熟知戒律的 但是 健躍律師的 法師傅 就三妹極光律師 替度了三個太監 那你說 三妹極光律師 傳戒這麼多年 怎麼可以替度太監呢 他是皇門啊 哎呀那時候實在是很困難啊 三個太監奉子來出家 你到底收還是不收啊 就說皇權啊 皇是皇帝的皇權 是權力的權啊 皇權和佛門戒律抵觸的時候 那你該怎麼堅持 那是到明朝末年那時候 我 那到現在是沒人想來出家 那這個標準是不是我們要堅持 如果堅持下去 會造成什麼情況 如果不堅持會不會造成 不檢則更性一概濫收 這都是值得商榷 這是這是 道德的兩難兩難的問題啊 所以 我們就是先跟這邊 講一下 跟大家講 犯編罪的人 是不可以來出家受殺蜜戒 連出家都不可以 還有犯比丘尼 就是跟比丘尼 行癮啊 這第二個 第三個 賊心入道 他有的外道為了力養或是 偷盜佛法 這是賊助 這樣不能來受戒 有一次在摘生大會上 我看到那個跳檔欸 頭戴技工帽的 他也跑來摘生大會 有的席客教也跑來摘生大會 那我問他 你你是佛教徒嗎 你是出家人嗎 我是啊 我是禪宗的 唉 那怎麼講 但是這樣的是少數 極少數啊 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 98%以上 都是 正統出家受過界出家人 來人家摘生大會 這說明 這四分率之中啊 有說啊 這個 當時有這國家啊 這個 饑荒 但是呢 僧團呢 有受共養 然後說還能夠 算能夠吃飯 那外道呢 他就跑來 跑來佛教僧團 自己剔除取法 然後來 參加殺老鼠教 他說 你是誰啊 其他的僧團 說你是誰啊 你跟誰受界出家 在哪裡啊 他說不知道 那佛就說 那這樣的人 那這樣的人 不可以讓他出家 要滅病 那所以說這個 有時候一些 借會 說 審查 你來出家 你來出家受界人的資格 就是很寬鬆 那有的跳檔還跑來出家 有的姓老蕭的跑來出家 你知道嗎 老蕭你知道嗎 老蕭你知道嗎 是誰 蕭平史 不是微笑老蕭 蕭平是在家人啊 有的姓他的跑來出家 受界 還有的是什麼 姓 盧伯伯的 姓阿海的 像這種 我們都要先審查 這種是賊心路道 不能來 受界 或是有些他的 替度的死長 有問題的 這都不可以來出家受界 好等等這些 這是 這是 這是十三重難 那我現在講 十六輕折 破內外道 破二道 誒你以前是外道 那又來出家 出家以後又捨戒 又回歸外道那裡 又跑來出家 又跑來出家 那這樣不行 所以破二道 就是壞二道 有兩種解釋 一種是破內外道 一種是破 大小便道 不過後面這個 少人講 大概都是講破內外道 可以嗎 好這是十六輕折 不是 這是十三重難 那如果依照 形式抄指的是破內外道 是指壞二道 那我們就依形式抄來說 好了 因為如果說破 如果大小便道跟 前面的那個 邊墜 那就重疊了 OK 好 黃門 這是指 這是什麼 宦官啊 太監 不能出家 還有五種 生 肩 渡 便 還有什麼 半月不能難 半月能難 半月能難 這個就叫做什麼 半月 五種 生肩見肚 別 還是什麼 亡 生是指什麼 天生沒有難根 或者是呢 天生揚尾 你有難根 而沒有性能力 不能出家 為什麼 天生沒有難根 就是你肢體不健全 不能出家 你有難根 但是沒有性能力 就表示呢 你 人的功能 不齊全 不能出家 有一次 鏡空法師 他說 他是天焉 其實 如果他自己這樣承認 按照介入他是不能出家 就是 他說 他有難根 但是 他沒有辦法 性能力 這叫天焉 所以他的聲音不低沉 就是 是 怪怪的 好 肩不能難就是指 自己的難根 被截取掉 因為 某種 什麼 你要去達到的目標 然後你截取 就是截去難根 不能出家 那女 女眾也是這樣啊 女生要出家 也是 有 有他這個禁忌 渡 看到他人行淫 結果 生 季度心難根才生起 所謂難根生起 不是指起來 是指 原本沒有難根 突然長出難根 這叫度 變呢 指的是什麼 想要男女行淫的時候 他 男根不見 或是縮陽 倒陽 等等 還有半月不能難 半月能難 也就是說 半個月的時候 你男性的性征 健全 可以 行男女之事 但另外 半月呢 男根不見 這個就是很奇妙啊 那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情況就是 你性功能不齊全 你這樣不能出家 那為什麼說性功能齊全才能出家 因為你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修行呢 那 靠體力 靠精力 靠精力 甚至 將這個 精液啊 轉化 成為我們身體的這個 修行的動力 如果 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就不能出家 所以都要這個 不管男或女要出家都要驗身驗心 比如說 你陰莖受損 你陰莖受損 或者是 我直接講啊 你搞完剩一顆 那這樣可不可以 來出家 不可以 那你說好了 那我把它 裝人工的可不可以 更不可以 就說你必須天生肢體健全 這樣才行啊 那所以說這裡面的五種 不難啊 五種黃門啊 有些是在印度才會發生 那在中國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看起來 好像有些很匪夷所思 像這裡有一個 天焉 古代有公行 被焉割掉 南根的人 稱為焉人 就稱為黃門 哦 而是有 男子 雖取父而終生無事 稱之為天焉 也就是說 他沒有男性能力 雖有男性器官 而無男性能力 這種不能出家 怎麼了 OK 這裡有一點 他說 佛教不允許黃門出家受戒 是因為恐怕這樣的人啊 因為自己的形體不健全 沒有丈夫的形象 而 導致悲觀失望 志氣不堅困 沒有剛勇的個性 不能成為弘揚教法的根性 反而增加育染 不能精進修學佛法 這個是對的 出家有很多困難 難關 不論身體的障礙 人事的障礙 你必須要有 鋼勇之氣去突破 我 我就說到這 本來我想說 欸 有一部小說 水浮傳 那魯志森出家了 他是大鬧舞台山 但是在最後羅冠宗的版本 說他 修成正果開悟 那這隻很妙啊 那 終究是小說家言 但是裡面可以看出來一種 他是有剛勇之氣 可以 突破煩惱 好 這是十三重難其中一個 那那其他都好理解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十六青蛇 要把他 想 想清楚啊 十六青蛇是什麼 第一個 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可以來出家 受戒的時候要問 你是誰啊 或是幫你剃度的 剃度師父是誰啊 或是現前幫你受戒的 和尚 是誰啊 你能不能認識 那不認識怎麼能出家 還要年滿二十歲 那那那有的就問我 中國佛教史上有的 十六歲 十五歲就出家受戒 在刑事操上面有說 他們有一套算法 說不是滿二十足歲啊 等等這些哈 所以說 十六青這三個 如果這三個不能熟識不能出家 是誰啊 但是呢 人家告訴你 你才在那邊回答說 我叫什麼名字 我的和尚是誰 因為有的人受戒會緊張啊 你提示他 這樣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可以不可以 有人受戒的時候 第一次碰到這種陣仗 慌得自己法名 都忘記了 那這樣提示可不可以 可以 他不是無知無事 這只是緊張忘記 那這樣提示可以 那我在授戒的時候 我在中台禪室授戒 中台禪室的戒壇 佈置的 很莊嚴 然後呢 三師和尚 或是十師和尚 都高座台上 至少半層樓那麼高耶 那我們跪在底下 是這樣頭往上看 佈置種種陰落 然後 就很莊嚴的戒壇啊 然後呢 我們要走進去 我們三人一壇授戒 走進去 他立刻把門鎖起來 然後還沒授戒的其他戒兄弟 就遠離十公尺以上 所以我們裡面在做截魔法 那個在問遮難什麼 外面都聽不到 然後戒師們又坐那麼高 然後 感覺就是你 就是有一種 威嚴之感 我是還好 我旁邊的戒兄弟就 忘掉自己的法名 是這樣 好 十六輕車 繼續講 你要一波俱足 那當然現在的戒會 都會幫你準備好一波 在古代授戒不是這樣 一波要自己去什麼 買來 要自己花錢買來 這一件 稱為 生前黎大一 這九一 這一件買 要做好 這五千塊錢 四五千塊 不便宜 一個波兩千塊錢 鋼波 鐵波 這些都要自己操辦 那現在都是戒會幫你準備好 好 還有父母聽從 那你說中國佛教裡面很多的 長老或是 或是什麼 大師們他們 父母都沒答應 都偷跑來出家 這個意思齁 我這邊方便解釋就是說 父母親之中 有一個人答應 那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 他願意答應 但是心裡面捨不得你 那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但是如果說碰到 說你要出家 他跟你以死相拼 就是不讓你出家 那這個就不行 但是依照 我們中華民國 現實法令 只要你18 18歲以上 就是一個自然人 具有什麼 法律上的獨立 能力 父母親不能干涉 如果干涉 就是情緒勒索 感情勒索 因為你要為你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這是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的法定年齡 所以這個世間法律啊 和初世間佛律 在抗衡的時候 那看怎麼做呢 好這個是父母 要答應才能出家 我當時出家我媽媽有答應 我阿姨也答應啊 就只有我爸爸不知道 因為我爸爸是絕對不會同意我出家 還有你在世間是負債的人 你不能出家 就是你欠助學貸款啊 或是欠錢啊欠銀行卡債 那不能出家 但是這個有分啊 你有心欠債 或是呢 你先出家日後一定會還 這又不同 這個是負債人 或是說你違反國法 逃漏稅 這能不能來出家 這就不可以啊 這就不可以 還有你曾經是奴仆 可不可以來出家 不可以 你必須 去除奴仆的身份 所以綠葬會上優波離尊者 以前是守陀羅族啊 專門做卑劍低下的工作 例如說替人家剃頭啊 優波離尊者以前還沒出家前是 是幫人家剃頭 佛陀就說 你以後 你要出家就不要再剃頭了 到我們的生團來 四性平等 所以說佛陀的表弟堂弟 來出家的時候 他們都先頂禮 是優波離尊者 有的就不樂意 他說 我是差地利 我怎麼可以頂禮守陀羅族 佛陀在他的生團裡面 大家 一律平等 這是為奴不可以出家 還有官人 這是做官的人啊 國王大臣宰官居士王子 要來出家 你必須先捨棄這些身份 才能出家 還有 你是丈夫 這裡的丈夫指的是 二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 能堪忍出家式的能力 而且呢 要根據前面的 十三重難不違反 才能出家 還有五種病 就是你有精神病 傳染病 不能來出家 像賴病 賴病就是什麼 他說這是戒 戒窗啊 身上有窗口 腐爛的不能出家 庸居是獨窗 白賴是白險 肝瀟是瀟瘦病 癲狂精神不正常 這裡精神不正常 有精神病 躁鬱症 憂鬱症 都不能出家 怕精神事症可不可以出家 不行 什麼什麼 柯文哲 得的那個病叫什麼 大概是指精神不正常的 那不能出家 所以如果說 對這十三重難十六輕 則嚴格施行 那大概現在都淘汰光了 啊 這一篇講得很詳細啊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身上有窗口的 會影響到生團的清潔衛生的 有精神病有傳染病都不能來出家 好 那泥眾的遮難 更多了 泥眾的遮難更多 好我就講到這 所以 回到我們法華懸疑這裡 嗯 我講的 氣家捨欲 這裡就是捨去 在家的育樂而來出家 只講到這一段 受巨竹戒的時候啊 受巨竹戒的時候啊 要白肆結膜 這裡白肆結膜 我不能講太詳細 這跟戒律有關 但是我可以講他的大意 也就是說 你要受巨竹戒的時候 然後 在上面的人 會先問你十三重難十六輕折 當然沙迷界問一次 受巨竹戒再問一次 好 你都沒有遮難 那他們就要開始做結膜法了 那先由結膜師 先禀告大家一次說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什麼樣的 結膜法 禀告大家 這叫一白 好 結膜師禀告大家 一次白眾 禀白大眾 唐上十詩 包括 德界 結膜 教授還有七個尊政 就開始做結膜法 他們就互相問答 說這個人要來出家 他是多少 然後大家願不願意認同 他來出家受戒 大家說 認同 像是一次 他要經過三次 這叫一白三結膜 所以稱為白四結膜 那結膜是什麼意思 結膜就是葉 那這裡的結膜指的是善法的成就 那什麼樣善法 有人要來出家 所以做結膜法 成就他出家 受戒的心願 使他成為佛門中 正式而合格的出家人 這樣稱為白四結膜 可以嗎 如果說不懂的話 在這個 李知夫教授 法華懸疑研究 421頁 他把整個結膜魂都疊出來 在我們戒律到場 這個是不行的 但是做研究的人 他根本 不知道這些梅尬 即使他是佛教徒 他不是出家人 他也不知道 好白四結膜講完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什麼意思呢 性戒和重戒 所以說犯這個戒的就有性罪和重罪喔 性罪指的是什麼 銀沙道望四大戒法 四大罪 就是說即使不在佛教戒律之中 他在世間法律啊 也是犯極重的罪 例如說性侵害別人殺人啊 偷盜 這裡的偷盜在印度是嚴重的事情喔 你偷錢偷多少才會違反到國法 這個 印度說是 價值 價值五千以上 要砍頭 這個是違反國法 我們現在有沒有犯罪啊 偷盜啊 這個重道要殺頭啊 好像都沒有 但我這邊就是定義說 你 偷竊啊 偷竊啊 違反國法 經過舉發違反國法 逃漏稅算不算 算啊 那你偷五塊偷十塊算不算啊 算不算啊 算不算 算啊 勉強來說算啊 當然這個 偷盜又有分好多種這個 開遮詞犯的種種的這個 借項 這個我們就不在這裡說啊 所以性罪指的就是 銀沙盜忘四大罪 因此而至的借稱為性戒 重戒是指呢 離開了這四大罪 之後 而說的 稱為重罪 例如說觸摸女人啊 這是性騷擾 是不是 或是講話挑動女生啊 性騷擾 這是重罪啊 好 持這些戒 而且還有呢 對於積賢戒也要持守 那什麼是積賢戒 就是說你 做了這些事情啊 在家人會這樣績笑你 比如說你去泡溫泉 在家人績笑 而出家人要泡溫泉 這是難聽 社會觀感不好 或是出家人開車 開B&W或開Vence 我說哎呀出家人開這麼好的車啊 我說這什麼出家人啊 會引起世間人的機嫌的 這我們不能做 但是這個話說回來 很多啊 在家局勢會以他自己的想法去亂 亂講你出家人 比如說我們用電腦 他說哎呀 毒素法師用得這麼好啊 用Sony的 你怎麼不用華碩啊 哇用那麼好 哇有錢的生人啊 富生 什麼話都亂講 有啊我遇過這種在家人啊 那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恥 他一定會有果報 啊等等等等 啊 像我開車我是開個 破舊的HONDA 他說哦啊 HONDA開那麼好 你怎麼開TOYOTA 你怎麼開TOYOTA 都在家人亂說 那車子只是代步的工具啊 我們沒有在乎他的價值 或什麼 那車子就亂說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裡 息事機嫌 剛剛也講過 等無差別 不畏愛賤羅刹 這裡愛賤羅刹指的是 愛煩惱跟賤煩惱 啊 這羅刹指的是什麼 等一下就講修羅羅刹 就稱心眾 就是說我們持戒啊 輕重等持 然後防護啊 愛煩惱和賤煩惱 由愛煩惱和賤煩惱 引發我們身口一三夜的 惡夜 會毀壞我們的戒法 那我為什麼說 毀戒扶囊 這個扶囊指的是啊 比丘持戒 就好像你這個 在大海裡面漂流 手上抓住一個扶囊 而能渡過大海 渡過這生死大海 渡過這生死大海 成為扶囊 那你破壞了戒法 就是這個扶囊啊 落轟啊 那你就會沉在生死大海裡面 沉溺 所以說我們持戒要什麼 輕重等持 犯而能懺悔 這就稱之為持戒親近啊 你要這樣持戒親近 你才能修止觀 那這些種種的事情他說 在磨合止觀裡面有說啊 磨合止觀中說 那講到戒律這個很多啊 有字形畫他 有這個 字教和畫教 還有指詞和作詞 這個很多很多 那我剛出家前五年也是專精於學戒 所以這三大部都有或多或少讀過 這個是戒聖行的部分 還沒講完 9點35分 那底下他說 他說 因是持戒聚足根本業親近戒 前後眷屬於親近戒 非諸惡絕 絕親近戒 護持正念念親近戒 回向聚足不上道戒 那這個意思 是自行之五戒啊 指的是呢 你持戒能親近 自己親近 就能夠呢 讓眷屬親近 讓眷屬親近呢 那自己的惡念 或是這個惡行 也能親近 最後 將這些持戒的功德回向 希望成就佛道 這叫回向聚足無上道 這樣的戒親近 好這叫自行五戒 另外還有所謂根本戒 那我們 下週再說 下週再說 那根本戒呢 那這個 十善性戒 眾戒之根本 十善指的是什麼 生三口四一三 生呢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口呢 不妄語 不齊語 不兩舌 不二口 意呢 不貪 不辭 之稱為十善性戒 這個是眾戒根本 這個你要持好 他說是無漏心持啊 什麼叫無漏心持 這十戒 持好之後 可以達到無漏 有漏 有漏是指有煩惱 無漏呢 是達到涅槃 那是這無漏心持 這樣子持好這些車車 嚴所為親近 那底下呢 他還有講到出家的 像投籃遮啊 還有那個 有上品投籃 中品投籃 夏品投籃 還有 十三生且佛絲殺 或者是呢 那等等下週再說 這就講到比丘界的部分 這是法華懸議這邊 他是有講到出家戒法 好 那我們就先說到這 好有沒有問題 那有些 有些在家居士跟我說 這是 定盛行會盛行還可以 看得懂 戒盛行這個有關戒律的部分 看不懂 這是有出家戒的部分 那你如果不是專門在研究 當然不懂 還有關戒學的方面 嗯 那在家居士歡喜讀經論 那值得讚嘆 但是還是要 順序而來喔 戒律要先學 尤其在家戒的部分 好就說到這 這個 向下文長賦予來的 那麼 這個書居士的本子 是在521頁 521頁 這個 神海燕的本子 是在 155頁 基金會 基金會的本子 是 462頁結束 463頁開始 另外 另外 大陸的法師 這裏是 法華懸役4000級柱 重牌本 是 550 552頁 哦 對 552頁 到553頁 好 就講到這 好 那我們 回向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臣佛道 下課